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血管 我们才知道说 确实可能有一些血管比较明显的状况 是是 决定要怎么样治疗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这个的严重度 对 那像这样的静脉剧张 大概我们属于严重度的第二级 我们静脉剧张大概分为六级 那么第一级的话呢 是像蜘蛛丝一样的静脉剧张 很多年轻的粉领族可能就会看到 那么第二级就是手指头可以摸得到 摸到一条血管就算是第二级 那么到了第三级的话呢 腿部可能就有一些水肿的情况 那么第四级开始呢 皮肤就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会干 会痒 甚至呢有一些湿疹的产生 那会抓抓痒痒痒痒痒痒 甚至呢皮肤的 皮肤在第三级就已经凸得很明显了 甚至呢慢慢会产生色素的沉积 一些血栓静脉炎 蜂窝组织炎 甚至呢皮肤的溃疡等等 所有的人来找我们 看静脉曲章的问题 大家最在乎都是外观的问题 对 可是呢如果没有把它的 根本的原因找出来的话 光治疗外观可能没有办法根本治疗 所以在确定有没有血管根本的问题之前 我们可能要做一下血管超音波的检查 这也是静脉曲章的看诊呢 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的检查 这算是蛮先进的仪器 可以看出 这个超音波队 这个超音波队 还可以看出什么瓣膜的状况吗 是的 我们的静脉里面呢 是有瓣膜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使得我们人在站立的时候 我们的血液不会倒流到我们的脚部 造成水肿的情形 可是某些静脉曲章比较严重的患者 它的瓣膜功能可能已经异常了 所以当我们站立的时候 血液可能会倒退路 跑到我们的脚部 造成静脉的水肿 造成静脉曲章更严重的情形 是 那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个血管超音波 帮圆珍看一看你的静脉 好 是不是正常的 是 好 我们会在超音波上面 放一点点的结理凝胶 来做一个传导的介质 是 然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脚部两条 比较重要的静脉 第一条是所谓的大隐静脉 它是走在我们大腿的内侧 很多以前的久战的人 这边看到一条龙一样的 所以是大隐静脉 我们把探头轻轻地放上来 现在在荧幕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隐静脉 它在两层的筋膜层中间 是一个大隐静脉的构造 每个人都长这样吗 每个人都有在大隐静脉 但是粗细不同 是 那么看到这个血管之后 当然我们根据我们临床的经验 我们知道这样的大小是正常的 但是除了大小正常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功能是不是正常 那至于功能是不是正常 我们可以借用彩色的都普勒 来看它血流的方向 我现在轻轻地挤压圆珍的小腿 可以看到蓝色的血液往上 那么现在我把手放开 并没有看到异常的血液回流 代表圆珍的静脉的半膜功能是正常的 如果说是严重的静脉取消患者 有时候当我们手放开的时候 会有严重的血液回流 那么就知道这条静脉可能也必须同时的治疗 而不是光处理表面的问题 是是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圆珍的状况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 对所以如果圆珍对于他的静脉有困扰的话 我们只要针对表面的问题来治疗就可以了 是好谢谢干医师 也谢谢圆珍 那请一下干医师 如果自己发现已经有静脉曲张的话 要怎么治疗 现在静脉曲张的治疗已经相当的进步 传统的方式可能要住院开手术 那现在欧美的先进国家都喜欢用门诊治疗的方法 那么不需要住院 包括硬化剂的注射治疗 左边是治疗前右边是治疗后 什么叫硬化剂 硬化剂是一种治疗的药水 它可以让血管萎缩消失 那像这个吸果部位是很多年轻女性好发的地方 如果下一个方式也不错 就是你可以考虑用表皮的雷射治疗 雷射治疗也可以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效果 那么再来比较严重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做微创的雷射治疗 这么严重还可以治疗 对 像这位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 她可能觉得说 她的静脉已经就这样不需要治疗了 可是她的邻居她的小孩每天都跟她说 你这万一破掉怎么办呢 而在我们临床上确实也看到过 有些人血管流一旦破裂 那个血真的是用喷的 半夜都会挂急诊 这个是第六级的静脉区 最严重就这样 对 所以说我们治疗后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这真的差很多 那像这样的治疗也都不需要住院 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请问一下甘医师 一般来讲大家都担心 平常日常生活怎么去预防 静脉区当时跟地心引力有关 所以呢 能够避免这个久站就是很好 我们一直都是彼此这样的螺旁 我们一直都这样 通常我们预防静脉曲张最好的方式 当然是穿着医疗弹性袜 但是呢 能够找时间多把脚抬高 注意自己的体重不要太过于肥胖 都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甚至有些人有一些迷思 他们会喜欢穿很紧身的衣裤 那么像这样的太紧身的衣裤 也会使得血液的回流不容易 那么女性穿高跟鞋 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现象 如果长时间的穿高跟鞋 也会使得血液的循环不良 那甘医师今天也要教我们一个小小的运动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 不管是我们站立的时候 或者是在教课堂上久坐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个脚板抬高的一个动作 像这样子很简单抬高起来 就这样就完成了 有点痠要抬多久 就是这样做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脚板抬起来的时候 我们小腿后面这个萝卜 我们医学上称为斐肠肌 它就会产生一次的收缩 它就可以把我们脚部的血液 送回我们的心脏 所以我们只要有痠的时候 做个一两次 第二个动作可能要请大家站起来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外面站立的时候 如果有个东西可以扶着的话 我们可以轻轻地扶着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呢 做踮脚尖的运动 两只脚 两只脚一起踮起来 如果可以扶着东西 那我们每踮一次的时候 我们的肥肠肌可以散去 我们穿高跟鞋就在踮脚尖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穿高跟鞋对血液循环不良 那是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正常人走路 我们的脚板是一直在摆动的 那每一次我们的走路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就在运动我们的肥肠肌 可是穿高跟鞋的人呢 他走路是这样子走的 他的脚板完全没有运动到 所以呢 对于小腿的这个肌肉 没有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 所以我们第二个运动呢 是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那么第三个 如果呢 四下无人的时候 可是你又没有地方可以坐下的话 那你确实你现在要坐吗 我们可以考虑做第三个运动 也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静脉曲张 就是把我们的脚尖朝上 然后呢 做这样子的运动 勾起来 把整个脚抬起来 同样的 它也可以活动到我们的肥肌肌 那我们呢 交换个几次脚 也可以让我们的脚酸有得到一个改善的效果 那我同时也要呼吁我们的 不管是服务业的贵姐 或者是在需要辛苦上课的老师 因为我们的工作都要站立 那我们建议呢 能够在工作的场合 包括在教室里面 来回的走动 也胜过于呢 呆呆的站在一个地方 小小的走动 走动也胜过于站立的不动 这样对脚部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好的 是 好 谢谢甘医师 谢谢大家 所以啊 就像献哥讲的 因为女生都会希望自己有一双很漂亮的眉腿 如果呢 你有一双很美的腿 线条很漂亮 粗细也适中 但是如果它有静脉曲张 一切就不美好了 对 就有瑕疵 没错 而且静脉曲张这么麻烦 大家预防重瘀治疗 刚刚医生提供给我们的方法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就尽量做 对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 献哥有话跟你说 好 咱们当然会说 顾嘴也要顾心 骨头如果顾好 吃老就不会老豆腐 尾腾如果顾好 人就轻松 无烦恼 咖喱水 人就水 客家 主缘就水 没错 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 谢谢